昨天2019年中国经济半年报揭晓 我国消费品市场总体呈现稳中有生态势 居民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 与此同时各类人群的消费需求和关注点也发生了位移 崭新的趋势已扑面而来 苏宁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8年上班族热搜的关键词还是手机 苹果 空调 华为 电视等电子产品 而今年他们的关注点则放在了养生上 数据显示 1到5月 苏宁平台电子美容仪销量同比增长237% 体质秤销量同比增长537% 进口保健品销量同比增长112% 消费的变化还体现在智能生活方式上 随着今年5G概念的升温 消费者对于智能设备的需求越来越旺盛 数据显示 1到5月 苏宁易购人工智能电视销量同比增长166.50% 头戴式 V2 显示器销量同比增长87.73% 此外 随着品质和性能的不断革新 国货崛起的势头正静 报告显示 今年618期间 苏宁易购手机销量榜中2到5名均为本土品牌 值得一提的是 华为一二线城市的用户占比为57.31% 超过了三四线城市42.69% 而小米的90后用户占比达到了38.95% 超过了80后的31.48% 国产手机获得了年轻消费者的认可 也打破了国货只能盘踞三四线城市的刻板印象